哈囉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們要來玩宴會3 適隔了好幾年 我們終於又回到了這個 充滿著失蹤小妹妹的世界 這是一個日式恐怖的恐怖遊戲 這款遊戲它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出過一代跟二代 我兩款都有玩過 如果你沒有看過前面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前面的故事跟我們三代的故事 完全全都是全新的故事 那大家如果都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那這款遊戲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好像有10到15個小時之間 所以如果 大家喜歡這個作品的話 想看到續集的話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把這部影片 衝到8萬個觀看 我們就給它繼續連載下去 那廢話不多說 遊戲要開始吧 我喜歡它的那個音效 感覺好像 要直接到陰間的世界裡面去 我今天是用搖桿來玩遊戲 那一代跟二代的妹妹 是固定角色 三代的角色好像是能夠 好像是能夠自選的 我可以選瀏海了 這是什麼 我們來造一個看起來可愛一點的好了 髮型也可以變 我喜歡哪種髮型 我喜歡這種雜雜亂亂的感覺 髮色也可以變 我們來造一個繩繩子好不好 包包也可以換 我用搖桿好用多了 我剛剛用鍵盤完完全全都沒有辦法 黃色包包 好看好看 我剛剛用鍵盤完完全全沒有辦法調東西 嗯 飾品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飾品 頭上那個 看到這個斷袋 就讓我想到前幾代的主角 上一代的主角是 果然要有呆毛嘛對不對 我們來個呆毛好了好不好 衣服也可以換 衣服的話 我們來個 我們來個這個樣子好了 給他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就換一下 確定 這個是 整個學校裡面最亮的仔 可以來取名字 這名字一開始是魚仔嗎 這遊戲設定一開始的 角色的名字叫做魚仔是不是 好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卡密口好了 不要再敲我家的門了 我要再敲我家的門了 我把他敲到我整個角色都起飛 有夠兇 有夠兇 正如大家看到的 這是一款 比較以童話畫風 做出來的一個遊戲 然後我現在人在一間廁所裡面 這間廁所只差一個繩子 說到繩子 大家還記得 夜回2 是一開始開頭那個震撼的畫面嗎 沒看過的話 可能你到我的頻道裡面去找找看好不好 好 我能夠 用我的蘑菇頭去移動 這裡有廁所 現在人應該是在 那種老舊的學生宿舍裡面 那個是倒數第一件還是倒數第二件 是一隻那個 不能夠說出那三個名字 我給他有點忘記 我還記得 屍體派對他的那個 他的 他的 前傾提要的音樂 好 那 我們能夠拿東西嗎 不行 我可以跑步嗎 我在學怎麼跑步 廁所 果然是在學校裡面 感覺起來我就是一個在學校被霸凌的傢伙欸 看出R1可以跑步 啊 我可以到左邊去嗎 不行 我不想跟他們玩樂 我不想跟他們玩樂 霸凌真的很恐怖欸 我現在不敢生小孩的原因就是 會擔心小朋友在學校的那種交際要怎麼辦 我自己是沒有遇過 他連這個小黃酸都做得好好看喔 就是我會擔心就是 自己小孩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 我該怎麼去 他們都不鳥我欸 連對話都不 平行移動是 喔能夠慢慢的往後退就對了 了解 而且還有點focus那種感覺 怎麼了怎麼了 大家可以 他們都不看我欸 很壞欸 聽說霸凌這個東西在 日本跟韓國好像比台灣嚴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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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好像有寫字欸 是一些漢字 什麼聲什麼東西看不太懂 這種 真的被討厭真的是不需要一個理由欸 嘿 理由我一下餒 我們要 我們不能夠 我可以下樓不行 他把路擋住了 我們現在在三樓的樣子 我可以把他推下去嗎 喔 誰丟我 他沒水準欸 欸很壞欸 真的是被霸凌的孩子欸 所以第三代的主角是被霸凌的孩子 頭上有東西的時候會出現問號符號 我能夠把東西撿起來嗎 靠近的時候可以按下X把東西撿起來 我今天去用搖桿玩 因為剛剛我用鍵盤玩的時候有點便扭 這款遊戲還是做給按住三角形 可以選擇道具 喔 好 選擇 使用 我用 我用 嘿 嘿 旁邊他在偷哨欸 太G8了吧 太G8了吧 欸真的有點G8欸 我可以 我可以拿這個垃圾桶灌到他頭上去嗎 不行 沒有辦法拿垃圾桶 可惡 不理他們了 我現在有人群恐懼症 前面好多人喔 繞過去好嗎 不要看我啦 還在笑還在笑 笑什麼笑 滾滾 通通都滾 撿垃圾 你們最好通通被妖怪灌掉 把垃圾撿起來 驚嘆號 按下去之後可以把東西撿起來 嚇死我了 蛤 左上角那邊有寫靈 靈山嗎 靈 靈什麼東西 還有我的名字詛咒 詛咒笨蛋笨蛋笨蛋 它是漢字欸 我喜歡 哇 把我寫到咒符上去欸 這 這就有點太過分了吧 這 這有點太超過了欸 欸 有東西 喔 可以開的意思嗎 喔 喔 哇 太超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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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家我也太超過了吧 欸 這是我的教室嗎 欸那 欸大桶水桶砸到多痛啊 而且那是裝滿水的水桶欸 我剛剛是整個人被砸到是不是啊 以為是Gandall over是不是 空情音高的遊戲 待在家真 真 真耳爛還是什麼 真休閒 真 真什麼真閒 真耳 我的椅子 沒必要這樣 沒必要這樣吧 真的是人比鬼還可怕欸 還給我啦 可以把東西拿起來 喔 可以告老師嗎 好慘喔 這也太慘了吧 什麼 什麼什麼 蟲欸 那是我的午餐嗎 在幹嘛啊 蛤 靠有夠沒水準呢 靠 這遊戲有必要這樣子嗎 不吃 完完全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選 我覺得這 我覺得這在主角比 一二 二代還慘 我覺得這在主角比 一二代還慘 慘很多欸 太噁了吧 真的是任人宰割欸 這都是已經 這不是一天兩天 這是長 長期都是這個樣子欸 這是被野小時候嗎 被野小時候應該是 餵人家吃蟲吧 真的沒水準欸 學校的天台或者是 呼嚕室之類的地方 可以讓這些傢伙通通失蹤嗎 這遊戲一開始就給人滿滿的 喔不會吧 照第一代跟第二代的那個 現在出不出 照第一代跟第二代的 這也沒有辦法動 哇 哇 明明都是在看著同一片天空 為什麼要這樣子欸 對不對 有必要這麼過分嗎 天啊 天啊 各位如果 人生中遇到一些困難的話 有很多 求助的方式 就是 有很多不一樣可以 走出來的方式 有時候 結束生命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我一直很喜歡他們的 這種 我一直很喜歡他們的 算是油畫童話風的那種感覺 夜會一下 我已經感受到 滿滿的味疼 這鈴鐺聲從 從遊戲一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有欸 哇 哇 幾下鞋子 喔 這是 黃河嗎 黃河的道路 那大大的蘑菇 這裡 是哪裡啊 大大的蘑菇可以吃嗎 我剛剛都還在學校的啊 嚇死人喔 他應該是 我在猜他應該是跳下去了 怎麼辦 必須想辦法離開這位 草都會回去嗎 這感覺很像是 結界石的感覺 有沒有聽過一種說法就是 自義的人 會 永遠無法 就是 超度 這石頭感覺像是一個骷髏頭欸 然後日本的這種結界 好像是 嗯 鳥居吧 就是這裡是神的空間的意思 這沒有辦法 好像是 小小的鬼火 指引我的道路 烏鴉 烏鴉在日本也算是吉祥的意思對不對 這邊有一條路 看一下 好 都是同一條 這邊 繞著走回去 不是烏鴉走嗎 那這些烏鴉是怎麼到這個地方來的啊 鐵力已經快沒了 我好希望他那種 腳步踩在 踩在 雪裡面的那種聲音喔 雖然我這輩子沒有摸過雪 好想要摸摸看雪喔 走這一條路一直往下吧 這一條小小的路可以過去 但我也是很嚮往去 有這種有雪的地方 但聽 聽 就是有 玩過雪的人告訴我說 只有第一天你會覺得很開心 有手電筒 這個祖傳何能手電筒 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女人 她是 她是我們二代的主角嗎 這 八尺鳥才是吉祥嗎 那烏鴉是什麼 因為日本的烏鴉都好大隻喔 那種超巨超巨超巨大的那一種 這會是自己嗎 手電筒我們都要在那裡 髮色不太像是 我是金 我是金毛耶 我記得二代是雙主角 可可以接一下嗎 可可以啊 這個祖傳的何能手電筒 永遠不會沒電 這家屋是不是 他靠近了耶 借 借 借一下下啦 我好喜歡他們的心跳聲喔 絕大顆的要來了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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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是不是 二代是不是也有一個那個啊 撿起了手電筒 也有一座橋 狗狗我突然想起來了 回憶都回來了 二代的時候我們是 牽著狗狗到山上去對不對 經過了那座橋之後 呃 妹妹還是姐姐 消失了是吧 在森林裡面撿到的 某人的失誤 電池上面寫著 按下 Pet button可以開關 按下 R 哇電池上面 可以寫很多東西耶 可以改變燈光的方向 好的 了解 關閃 關閃 所以 我們打開手電筒 關掉手電筒 消失了各位 這傢伙 消失了 它不見了 好吧 不見就不見 欸它的手電筒做得比 二代好很多耶 欸 什麼東西啊 開始毛緊 開始毛緊 大隻的 很大隻 快快快快快快快 用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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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勾玉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東西叫勾玉對不對 嘖 烏鴉是吉祥啦 有東西掉了 蛤 了解 勾玉的 使之上的作用 是幹嘛的啊 這個是什麼 撿起了 髒掉的小石子 它居然叫它 髒掉的小石子耶 在奇妙的森林裡 撿到的 奇形怪狀的小石子 這種東西怎麼 感覺會讓我覺得 有點在意呢 什麼什麼什麼啊 什麼東西啊 勾玉是保存靈魂的 是不是 鑲鴉裡面的靈魂跑出來了嗎 幹嘛幹嘛 這是以前的那種 我眼睛好痛 這是以前的那種 就是二代的那個 Manu Manu jump scare 我覺得很強耶 眼睛睜不開 剛剛是攻擊我的眼睛嗎 我能夠動 我沒有辦法用手電筒 我剛剛 我剛剛以為是 我要往哪裡走 我說你啊 誰誰 藍色的光 不能夠去哪裡 你為什麼在這 你為什麼在這 難道說 你的眼睛看不見嗎 感覺是好人耶 結果是隻妖怪 不要緊的 先冷靜下來吧 喔 這是我們在Manu裡面聽到的那個 聽得到這個鈴鐺聲嗎 感覺聲音 感覺聲音在這一代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耶 我會一直咬著這個鈴鐺就跟著鈴聲走 好 好 好 不要走太快 快點 這邊喔 來了來了 聲聲音呢 正下方 藍色是 藍色是一個 溫暖的顏色嗎 藍色算冷色系耶 走太快了啦 走太快了 我沒有辦法跑步各位 等等我啦 他被把我 又拐掉 到了 你 是不是在學校的屋頂 抬頭看了天空 抬頭看了天空 抬頭看了天空的意思是 指說他跳下去的時候是陽光天空嗎 你被詛咒 他最後是兩雙鞋子 喔一雙鞋子在天台上面 繼續走 這個是矽靈人耶 通常在這種 黃拳上 拿著鈴鐺 這是在招魂耶 跟不下去耶 為什麼 為什麼 被傳送到這裡來 被詛咒只留下鞋子呢 我的鞋子沒有傳送過來 為什麼不是全身上下的衣服都沒有 離開這裡之後要快點解除詛咒 好的 所以我只是被詛咒而已 應該跟你說過解除詛咒的方法 什麼 沒有啊 誰 誰 誰跟我講過 繼續走 沒有人跟我講過 欸欸欸 走慢一點 走慢一點啦 太快了 他都可以拿著鈴鐺 為什麼不牽著我的手走 而且為什麼要一直 嗚咒著眼睛 嚇死人了 我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有跟我說過 難道你不記得了嗎 不會我在這個地方 各位 我在這個地方可能已經輪活了好多次了 連我都 中間發生什麼事啊 我覺得中間跳過了一大段了欸 他感覺就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欸 我通通失憶了欸 中間有一大段劇情不見了 這遊戲給我跳了一大段時間 故意讓我覺得好像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是接著上一段時間一樣 沒有 在我們拿到那個勾玉的時候 中間都略過了很大段的時間了 蛤 跌到了 剪下風聲的那種 感覺真的是有點荒涼的感覺 歪了 我的鎖電筒呢 蛤 眼睛 看得到了 欸 還好嗎 誰啊 有人 這是誰 很可愛欸 姊姊型的角色 這是剛剛一直在 帶著我走的人 欸 你的眼睛沒事了 是欸 是欸 是 剛剛一直在帶著我走的人欸 太好了 他的頭髮是藍色嗎 其實有點暗 看不太清楚 你是誰啊 你應該認識我的喔 你得想起來才行 我我我我 你你可以直接告訴我啊 我是你老婆 來往這邊走 跟我來 你可以告訴我啊 跟我一下吧 請問 這裡是哪裡 我猜啦 蛤 怎麼了嗎 那個樹上的是 什麼啊 好噁喔 我想問 那個 詛咒 你不好奇這裡是哪裡嗎 欸 大家都是謎語人啊 可以直接告訴我 這裡是哪裡嗎 詛咒這麼解嗎 你應該知道詛咒的事情 只是告訴我 啊 離開這裡之後 回到家後 你得去尋找你的記憶喔 拜託告訴我啦 救救你了 好了 快走吧 沒時間了 像你知道你也不夠 哇我快氣死囉 這一代不知道我們有什麼收藏的要素欸 這是什麼 可以進去嗎 不行 這些人怎麼都這樣啊 是木頭 一個比一個還討厭欸 一個比一個還討厭欸 還是不能夠告訴我 我問你喔 你看得見那個嗎 喔 來了 來了各位 這一代的這個還好啊 我記得上一代的很可怕欸 那個 那個 是什麼啊 是幽靈喔 他們會像這樣 在許多地方遊蕩 喔 要通過這裡嗎 是啊 要小心 不要被他們發現了 我要關手電筒呢 要怎麼做呢 只要我們察覺那些幽靈的存在 他們就會來攻擊我們 OK 只要不要跟他們對上眼 就不會發現我們了 好的 閉上眼睛 慢慢走吧 來 閉上眼睛 上一代沒有閉上眼睛這種東西對不對 什麼兩個按下去會閉上眼睛啦 夭壽喔 要一直閉著眼睛喔 來 閉上眼睛 什麼鬼設定啊 然後呢 我現在不能夠動欸 跟著我走 絕對不要張開眼睛喔 什麼天黑請閉眼 你也走太快 為什麼他可以不用閉眼睛 偷看一下下會怎麼樣 各位如果我走到那邊 然後突然把手放開會怎麼樣 這遊戲很變態 他剛剛叫我連續按兩個欸 所以我這一代只要閉上眼睛 我不管多靠近都不會有事 這跟中國的殭屍不要呼吸有什麼 那 好近 好近 超近 我閉上眼睛就看不到他了 而且你能夠感受到聲音 是往下走嗎 紅色代表是他 是吧 一二三三隻 各位 畫面中在平凡閃數的地方是紅色 總會有三隻 那這一代我只要閉著眼睛 裝 裝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不就好了 眼耳盜鈴 是這個樣子嗎 聽不到聲音之後就可以張開眼睛了嗎 沒事了 張開眼睛吧 喔 還好嘛 真 真的沒有被發現 我好喜歡他們的心跳聲喔 這遊戲 依舊做得很棒 我想這個技巧你之後一定用得上 記得喔 要閉上眼睛喔 好的 來吧 我們繼續走吧 上一代是 只要不要拿手電筒叫他 然後 幹嘛的就可以不會被發現了 對吧 欸欸 幹嘛幹嘛 他怎麼了啊 怎麼了 大姐姐 姐姐 你怎麼了 喔 可惡 已經沒時間了嗎 這 這是造成的 啊 姐姐 姐姐 姐姐幹嘛啊 我覺得這姐姐有點恐怖欸 喔 停下來了呢 怎樣啦 怎 怎麼會 居然是詛咒 那姐姐會不會也是 怪我 你也快點解除詛咒 被詛咒了之後 身體會無法動彈 腦袋變得一團亂 所以他也是被詛咒之人 他跟我一樣欸 然後漸漸的失去 最後變謠怪是嗎 是我重要的回憶 不會我已經在這邊很久了吧 最後究竟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總覺得我在這邊 已經一段時間了 然後東西都忘記了 感覺應該是這個樣子喔 這不是我剛來到這裡 再往前我就沒有辦法陪你了 為什麼喔 欸 為什麼 從這裡開始你得一個人走 前面有個綠色的小鳥居 那一隻出口 森林的出口喔 你把這個帶上 好的 不會是勾玉吧 不會是勾玉吧 是勾玉嗎 是嗎 這個是喔 懷錶 我以為是勾玉欸 主舊的期限到早上六點為止 你要在早上之前解除主舊喔 早 早上六點現在幾點 解除主舊要怎麼解呢 我一個人根本沒有辦法啊 欸 告訴我欸 不要拋下我 不要拋下我 姐姐要走了欸 喔喔 你得想起我才行 你誰啊 我吃完 一定 這樣一定就會知道怎麼做 如果你想起我的話 我們一定就還可以再見了 喔喔 才剛獲得一個姐姐 現在就要沒有姐姐了 我會一直等著你的喔 爸爸姐姐 再見了 欸真的要再見欸 大姐姐 啊 走兩步跌倒 完蛋了 完蛋了啦 剩下我了 好啦 姐姐走了 得往前走才行 剩下我們一個人啦 來吧 能有多難 我還會閉眼睛欸 我還可以關手電筒 說起來 剛剛的大姐姐給我一個懷錶 對喔 你不要看一下時間是幾點喔 欸 懷錶裡面夾著一張水子 讀讀看吧 上面寫著 欸 假在懷錶裡面的邊前 上面以端正的文字寫著 過了鳥居之後要閉著眼睛走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絕對不能夠回頭 這不是當初 當初那個 河神不是河神 那個誰跟千尋說的嗎 千萬不能夠回頭喔 九條山洞裡面的時候 一定要走出去 不能夠在中間回頭喔 那個是誰 白龍是不是 好 他說經過鳥居的時候 不能夠回頭 是不是 要閉著眼睛走 這個吧 千萬不可以喔 對對對對對 喔神話也是 沒錯沒錯 好 閉眼睛啦 各位 是鳥居 喔 看起來挺正常的 這裡就是出口喔 我要走到哪裡才有辦法回頭 岸邊路半也是 電影版的對不對 要閉著眼睛走對吧 好嗎各位 喔好慢喔 閉著眼睛可以跑嗎 不行各位 什麼時候才代表走出去啊 這樣跟眼睛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好好奇喔 好好奇 張開眼睛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閉著眼睛 我可以 知道周圍的路是 有東西 很大隻 千萬不能叫我張開眼睛 姊姊 不行他不是姊姊 他不是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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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誰啊 想起來 想 想起什麼 要跟著鈴鐺走嗎 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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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啦 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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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鈴鐺還來 喔喔喔喔喔喔 我沒有張開眼睛 我懷了嗎 喔喔看起來好舊喔 嚇我一大跳 那是什麼 這是 我們原本的 學校的屋頂嗎 哪有神社喔 可是看起來好舊喔 都是鳥居 地上那個是 差不多屌尾嗎 這裡是哪裡呢 好像 不是學校的屋頂 呵 這一不是學校的屋頂 都是鳥育耶 而且破破舊舊的 这是我的城镇 我后期 一回一二三代的城镇都是同一个城镇吗 怎样怎样怎样 要往哪里走啊 怎么还要 看看左边好了 反过来了 反 反过来了 这是 颠倒的世界吗 还是隔壁城镇 如果都是在同一个城镇的话 这个城镇也太阴了吧 对了 那个大姐姐说过 我还记得 我以为我忘记了 在我的回忆里有诅咒 解除诅咒的提示 解除诅咒的提示 回家想想吧 我们可以探索 探索家园了 太好了 没有看过一二代的观众们跟大家讲 这游戏的都市 恐怖到 恐怖到可以阴间没两样 这个地方 这个材质不会让你想到silent hill吗 极静灵 沉默之秋 有猫猫 那是猫猫吗 小麦 每一代一定要有一只宠物 不要 千万不要 小麦你是爱接我的吗 什么都可以 但是不要是猫猫 不 大家不要觉得看到猫猫 觉得好像好像很OK 不 这游戏的猫猫跟狗狗 不要 跟小麦一起回家 你快走 不要进到这游戏里 好啦我们可以下去了 千万不要 这是 喔我的天哪 关灯 开灯 闭眼睛 不能闭眼睛 天哪 这里是 欸不对耶 我本来想说这里是一般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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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好难往下走喔 我想说这里是一般的都市 应该不会有怪物 对我错了 欸就让我 让我下去 他是往下 往 往下走不好走 可以到不到了 慢慢走 这几楼啊 感觉像是废弃了耶 哼 完完全全废弃的那种 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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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哇 不會外面都市 都整个长这个样子吧 小麦 小麦不见了 好像 可以从这里出到 外面去的样子 欸 为什么要给我选项啊 为什么要给我选项啊 不去 我 我再检查一下下 小麦 小麦 有哪里是我 需要探索之类的吗 看 起来没有啊 好那 我们走出去啰 下面那体力条真的是 很怀念耶 走吧 我们到 这个 阴间的都市里面去看看 这游戏没有那种什么 做梦什么不做梦 小麦走出来了 一直以来都是很阴间 管理现在梦里还是 家在哪里呢 得回家才行 好可爱哦 但是你不要 毛龙龙 跟Lukas一样 好啦 这是正常的世界吗 还是 地藏菩萨 存档点 我才那么久 就遇到第一个存档点了 是地藏菩萨 欸对耶 我都没有存档了耶 哇看到这个就觉得好安心哦 拜一下 请他保佑我平安回家吧 拜个拜 嘿咻 我身上没有使用硬币 哦哦 还要捡十块才能够拜哦 上一代也是这个样子吗 好像是 是耶哦 好像是上 上 是吗 我忘记了耶 供奉了十块钱 储存完毕 好怀念哦 看到他就觉得很安心 有东西哦 可以看 看板上面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请绝对不要 触碰本区内的任何东西 哦哦哦 对上一代也是 有地图之类的东西吗 谢谢哦 欸他说早上六点 现在这是几点啊 十二在正常方 现在是晚上十点 我家 还有只可爱的小毛毛 这一代的地图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还可以 地图的都市的样式不太一样 但可能是因为他们 手绘的风格 不一样吧 好我们 往下面走 废弃大楼是在这里 可以一路走回家吧 有人吗 挡起来了 过不去 地图还是一样 很难以理解 是不是每一代的地图 都是用手绘的 好像是耶 我真的太久没有玩二代 那好几年前的事了 留一点体力吧 下水沟里面没有东西 我好喜欢这种手绘风哦 不得不说老实说 这个游戏 他们是 九片万吗 好像是 十块钱 哇 这手绘风真的好棒啊 右边有亮亮的东西 啊没关系 我错过了 来不及了 再回去太远了 哇 有电话亭诶 啊 这 这里怎么 总觉得有一种很不祥的感觉 什 什么意思 我得到一个成就叫做 发现诅咒现象 我真要去打电话诶 地图 你没有听到这游戏的声音吗 很细诶 要闭眼睛吗 我关灯怎么样 我想去打个电话 看一下地图 哇 这地图真的 看不是很动诶 搞不可以谁来帮帮我啊 进不去 一个电话亭我有咋call诶 我有十块钱诶 这都没有办法看 他会有惊叹号提示我 走上面还是下面啊 走上面吧 我们走走地图的边边 没什么太恐怖的东西出现啊 我 哦 回来 什么回来 什么东西啦 我没有你要的东西 刚才那个信 我在想会不会是那个狗语啊 你赶快回家才行 会不会是那个狗语啊 什么回家 为什么回家 ivi 好酷啊 好酷啊 哈哈哈哈 三秒钟前 没有这一代的jumpscare 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 chloride 什麼什麼什麼 我不能夠閉眼睛欸 我按錯鍵了可以啦 可以偷偷看一下下嗎 閉眼睛閉眼睛 我張開眼睛看不到 我只聽得到他的聲音 撿個東西 撿東西快點撿 撿不了東西閉眼睛 為什麼不能撿東西 巴給阿羅撿東西好閉眼睛 好走過去走過去 真的欸以前一二代真的是走了 過個馬路真的就會被鬼狀欸 不要理他了啦神經病喔 走了走了走了 我有走對路嗎 走這條小路下去好了 你們好啊 這個城鎮裡面就是一個鬧鬼的城 我得一個 這不是我今天的封面嗎 你要去哪 你要去哪 這不是我今天的封面嗎 回來喔 前面有聲音 我家就在旁邊了 繼續走外面吧 欸有東西喔 欸有 欸有好可愛喔 雜貨欸 欸同學你有東西掉了 關個燈啊 這一袋不用手電 為什麼我撿不起來 這是什麼 閉眼睛 啊 喔 也不能夠撞到他 喔 是有沒有得回避他 你老兄 對不起 對不起 撿到東西了 喔 眼前 剛剛好像不小心罵得不好聽的話 只要不要跟鬼對上眼 就不會攻擊要閉上眼睛 所以剛剛我應該是太晚閉眼睛了 是嗎 是我太晚閉眼睛嗎 可能是我太晚閉眼睛 吐血 吐血 捕起來 speedlog 這一代存檔太遠了吧 而且我好像可以走 這條路也被擋住了 沒有意象了 不一樣了 要有燈才能夠剪 所以其實都可以剪的 只不過我剛剛把燈關起來了 對他都沒有 他只有一條路各位 這遊戲就是這麼的baby 哈囉 OK OK先閉眼睛 沒事嗎 閉眼睛 OK 剪剪剪 不行 我就算有手電筒還是一樣不能剪東西 我就算還是有手電筒還是不能剪東西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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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夠剪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奇怪 我們晚點再回來吧 可能還不能夠把所有東西都剪起來 我要走了再見 你繼續叫你的吧 我想再看那個大臉簾各位 剛剛沒有被嚇到對不對 再一次 大臉簾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了好了 這次 不要再出事情了 喔 很大隻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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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不會我是要丟石頭吧 好我先消除自己的氣息 還是一樣啊 所以要丟東西是不是 好煩喔 存檔太遠了啦 感覺應該是丟石頭 我得猜啦 感覺應該是丟石頭 東西都會在我的包包裡 喔 可以再丟遠一點點喔 可以再丟遠一點點 再丟石頭有辦法 還是 喔 可能有別條路可以走 應該是 可能怪物的種類不一樣 它太大隻了 Too huge 一個小蘿莉沒有辦法承受這麼大隻的東西 這個不符合它的 就是 這個 能夠應付的範圍 我總覺得應該是 有別條路可以走 我們等一下找一下有沒有別條路 那個石頭 我再看看可不可以丟更遠一點 應該不是這樣啊 我覺得 眼睛 你好 再見 好留一點體力 被怪物追的時候 好像體力會消耗的特 你們有看到嗎 OK阿姨 好可愛耶 好可愛 好好好 我們剛剛是在這個地方掛掉了吧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要找到 別條路 出路喔大臉連 好恐怖喔 OK 回一點體力 好了你們說這裡有別條路嗎 有耶 喔要往下走啊 所以真的是要有燈才有辦法撿 東西 這是什麼白鬼夜行啊 這裡也太陰間了吧 走開 欸真的有別條路耶 對不起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 不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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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不是公禽君的那隻嗎 真的嗎 說說 rolli 手手 蘿だ doubled rapidly Your 閉眼睛 偷摸我欸 色情 色情鬼 撿到了我家在哪裡 我家好遠 快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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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地上有東西 撿到 地上菩薩 歐蜜豆腐 保佑喔 這是我家欸 先存檔好了 要存檔嗎存檔 好的去零 到家了 供奉了雜貨 那是螃蟹嗎 怎麼可能是螃蟹啦 你是什麼 老鼠 小零 要上去看看嗎 反正我都存檔了不怕了喔 烏鴉 走開走開走開 這是別人家 欸地上好多 好多小零喔 小零 這邊有個小零 小零動起來了欸 猜個 冷靜一點啊 嘿嘿嘿 好走再見 嘿嘿嘿嘿嘿嘿 回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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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它應該是那個 感覺起來應該是什麼昆蟲之類的東西吧 回家 這這這不是我家 我家在上面 可以走這裡嗎 怎麼越走越遠啊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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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這這這裡才對 剛剛那個地方是我家沒錯 我家在哪 我剛剛以為那個地藏王菩薩是我家欸 我家在哪啊 這不是我家嗎 啊 欸蛤 是我家 我剛剛存過檔了 剛剛存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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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已經存過了 放我進去 什麼意思 我要再往前走 上去 喔 想賣 那是我家後門 我沒有帶我沒有帶鑰匙 小麥 你在幹嘛 回家囉 哇 回到我家了 平安到家了 沒有平安 等一下 這是三週末 太好了 欸我時間有變嗎 但是我身上還有詛咒 找家人幫忙啊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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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回家 好野人欸 有錢人欸 感覺很富喔 小麥我遇上很嚴重的事情 他說我被詛咒 可以在今晚解除詛咒嗎 一代又一代好像也是一天的事情欸 對不對 就雖然玩了十幾個小時 但是就是一天的事情 發生得很快 超級好野人欸 小麥欸 那個大姐姐說 以前應該知道解除詛咒的方法 我得把忘掉的事情回想起來才行 我好喜歡玩這種類RPG遊戲喔 可是我回到這種十年前的感覺 各位會喜歡我玩這種類型的遊戲嗎 你們會喜歡嗎 哇 這傢伙當然是啥 噢這是按 噢你聽的聲音 噢我好喜歡這種木板的聲音喔 噢噢 噢噢 再兩次 啊你們喜歡的話 看看可不可以把這部影片突破八萬觀看好不好 我也蠻愛玩的 為什麼左右兩邊不對稱好像都沒寫 好啦不看了不看了浪費時間 感覺真的會出事啦 那你就不知道 他的觸發條件是什麼 爸爸 這麼晚了怎麼還不回家 不可以讓他擔心 小朋友到底在想什麼東西啊 遇到這種事就是 問問家人啊 要悄悄的 悄悄的幹嘛解除詛咒 是這樣子嗎 快救命啊 還爸爸咧 爸爸救命啊 大叫啊 哇他家真的是好野人家耶 很大耶 很大那是啥 地上有蔥 有一個快用完的筆 小蠟筆嗎 是短短的筆 也許可以想起些什麼東西 嗯 想不到半點東西 畫畫 那個大姐姐跟我說我應該知道解除詛咒的方法 想要收集東西知道 回想起的東西 只要想起那大姐姐是誰我們就可以再見了 快求救 來回想看看剪刀這個東西的時候發生的事情吧 剪起了短短的筆 嚇死我了 這一代要回憶耶 確定 是的 發生什麼事啊 喔喔 他不是用對話 又來到了 這遊戲最恐怖的地方 學校 上面有些打招呼欸 嘿 你 講話怎麼那麼沒有禮貌啊 跟辛姐一樣 你有沒有帶鉛筆啊 辛姐都說嗨你 不好意思可以借我嗎 欸 他說不好意思那個 不行嗎 怎麼了怎麼了 他搶著我的鉛筆 那個 這是大姐姐給我的 一定要還給我喔 所以在這之前他就認識大姐姐謝謝 他還講謝謝 我晚一點拿去教室還給你 好的 好 看起來人際關係還 可以 他知道我的教室在哪嗎 他根本在欺負他耶 他根本在 他根本拖拉親筆耶 欸那個我的教室在 瞎會啊 瞎會啊 好 打招呼要有精神 各位下次看到我打招呼要有精神知道嗎 你們要打嗨阿神兩個驚嘆好 精神點好嗎各位 精神點 喔 喔 剛剛的記憶是 那個時候 我 或許認識大姐姐 有 有 那天 我在那裡弄丟了某樣東西 到那裡去的話 或許可以想起什麼東西 我在猜我們可能是要到都市裡面的每一個地方 然後去找找看 然後去把每一個回憶通通拼在一起 應該是這個樣子喔 這是什麼啊 小麥 小麥捆 是倒數 也許可以想起什麼 看到這個倒數讓我想到 馬騎 他要出新的來 撿起倒數 確認 小時候在北邊的稻田那裡撿來的倒數 到時候如果馬騎有出新的那個東西的話 我絕對會玩 絕對會花很多錢 我那時候在創一個工會 跟大家一起玩 好不好 有人期待那一款遊戲嗎 新的馬騎 全新的 除了住在那裡的人 其他應該都不會去那裡 現在不知道變得怎麼樣 謝謝大家這麼有精神喔 還有東西 還有東西 桌上嗎 小麥捆可以回憶耶 齁 青蛙的聲音 欸你沒有解剖過青蛙嗎 是姊姊啊 我這麼少就認識他 唉唷 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給他有點恐怖耶 欸你們敢去這種洞窟裡嗎 這種礦坑 我一直狂掉東西耶 我 我是什麼NPC嗎 我 我是 從小專門跌倒的跌倒戶是不是啊 那種邊走邊噴十塊錢的那種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啊 瘋狂跌倒耶 瘋狂的跌倒 喔這是回憶的地方 啊懂了了解 所以我要想辦法回去 感覺有東西在這裡 可以打開 換件衣服吧 我最喜歡看小妹妹換 好看喔 這樣就好不用換 可以 好的 差點被抓走 可以睡覺 可以睡到白天 喔睡到白天我就死了啊 睡到白天 他叫我幾點就要解除煮躁耶 完蛋要睡嗎 要悄悄休息一下嗎 我看一下現在的時間 他的時間有在動耶 要十點半了 生存檔 救命啊 好啦今天的第一集 短短的之後我們每一集大概就落在一個小時上下 這樣讓你們看的時候跟補檔的時候 壓力都不會太大好不好 那今天要是這一集有突破八萬個觀看數的話 我們就繼續給他連載下去 你們覺不覺得我們之後如果要玩這款遊戲就固定禮拜三 畢竟是夜回三嘛對不對 要不要就固定禮拜三晚上的時候 要是只要上一集有突破八萬個觀看 我們就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 開到我們玩完為止 好不好 那先下在這個地方 要是我們今天這集的觀看數有突破八萬 我會放在我的影片的 我的頻道裡面的直播影片的欄位 大家可以點進來 然後你可以跟大家說 你們以前五年前十年前那個喜歡玩就是RPG的阿神回來了 好不好跟大家一人抱一人 然後我們再多找找這類型的遊戲玩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喜歡的話 也留下一個喜歡讓我知道 那存到完畢 我們就下一集 夜回三再見囉 See you guys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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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記得